敬礼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世大宝法王哈玛巴 徒登达吉上师 敬礼 坦诚三宝 主尊观世音菩萨 主持上师 连结上师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吉祥 我们今天再继续谈六祖禅经 那么六祖说 善知识 知肺观照 内外明测 四字本心 若是本心 若是本心 既本解脱 若得解脱 既是波叶三昧 波叶三昧 既是无念 何民无念 何民无念 知见一切法 心不染灼 视为无念 我同样再念一遍 善知识 善知识 智慧观照 内外明测 四字本心 若是本心 若是本心 既本解脱 若得解脱 既是 波叶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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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无念 何民无念 知见一切法 心不染灼 视为无念 那么这一段话呢 如果把它讲成白话 讲成白话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听法的大善知识 你们用你们的知会 去观照你自己的心 这个时候呢 你的内心跟外在 一切都非常的清楚 明白 你了解到自己的心以后呢 如果你了解到自己的心 那么也就是解脱了 如果得到了解脱呢 也就是波叶三昧 什么叫波叶三昧呢 就是你的 如来的知会 显花了 那么这个如来的知会 也就是无念 为什么称为无念呢 所谓无念啊 就是你看见世间所有的一切 但是你的心 便不执着 也便不去受污染 这个就叫做无念 这个就叫做无念 我把它讲成白话 意思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有几个名词 第一个是观照 那么上个礼拜 我们也提到观照 就说不管如何 我们都是在观照自己 时时每一个时候 你都要用知会 来观照这个事情 可以做 不可以做 行或者不行 都是要用知会去观照 那么我们所谓的观照 是观察自己的心 自己的念头 正或者不正 是这样子观照 那么智慧呢 也可以这样子讲 如果你的智慧非常的高 那么你的观照 应该就很清楚 像一位开悟者 他的观照应该是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观照呢 你如果很清楚 你就解脱了 你如果是一个开悟者 开悟者又叫做解脱者 没有东西可以绑你 就叫做解脱者 开悟者 开悟者本身就是一个解脱者 没有一个东西 你的心呢 就是所谓的 一丝不挂 一丝不挂 一丝不挂的人 很容易睡着 入室谋地 一丝不挂 我就睡着 不是一丝不挂 不是有一些人 喜欢这个全身脱光 睡觉的 那个叫一丝不挂 也可以 这个也是一丝不挂 只是他的衣服 一丝不挂 他喜欢裸体睡觉 有人的习惯是 他是裸体睡觉 真的是一丝不挂睡觉 这里讲的一丝不挂 这里讲的一丝不挂 是心无挂碍 你心无挂碍 一躺 一切空白 就入了梦乡 很甜 很温暖 你就可以睡一个很好的觉 这是心的一丝不挂 那么这个解脱呢 就是身的解脱 身体的解脱 心的解脱 你如果懂得了心 你就根本就解脱 解脱了 就是开悟了 那么这个就是呢 六祖所讲的 薄叶 如来的智慧 那么他又讲了 这个薄叶三昧 就是无念 这两个字出来 《真佛经》里面写到的 以无念为正结火宝 为什么有这一记 以无念为正结火宝 因为就是如来 无念就是如来的智慧 我们人要睡着 无念 他就睡着 你失眠 心有身心有挂碍 你不是身体有病 失眠 心里有病 不然就头脑有病 你没有办法睡 为什么 年纪大 年纪大 它是一种病的一种 失眠是一种病的一种 你要把这种病也放掉 我们看见一切的 什么叫无念 这个六祖讲 什么叫无念 你眼睛看到一切 都是看到 雷藏师是龙残腐蟹 进得来 这个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义无门 你偏偏闯进来 雷藏师是龙残腐蟹 你好的路不走 偏偏进了西雅图雷藏师 那你死定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义无门 你自己闯进来 你看到了雷藏师的一切 雷藏师的一切 看到了 但是你看到了一切 你心啊 变不去受污染 心不懒着 我进来 是这样 出气 也这个样子 我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这里是龙残腐蟹 没有感觉 你看刚刚 莲茵法师讲的 你看他讲了两个故事 都是报恩的 连结上师也讲得很好 他讲这个好话 讲了一些好话 让人家感觉到 宾至如归 雷藏师是一个 hotel 让所有的人进来 宾至如归 感觉很好 心呢 你的心也不受 你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你的心也没有执着 也不受污染 这个才叫做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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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人绑你 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绑 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绑师尊 没有人可以绑 身体可以被绑 心永远不会被绑 因为你心如果毫无挂碍 谁能够绑你 如果你有一个挂碍 就是被这个挂碍所绑 你如果你的心 只要有一个挂碍 随便什么 你就是被这个挂碍所绑 所以一个开悟的人 他根本是无挂碍的 什么都好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是好 什么都自在 任何事情 都是美好的 在我的眼中看起来 龙坛也不是龙坛 虎穴也不是虎穴 所以在师尊看起来 像那个2012年 我不放在心上 也无拙 也无染 也不执着 也无染 像H1N1 在师尊看起来 能够得到几天就可以走 哪有那么幸福的事情 哪有那么快乐的事 得到H1N1 一下子 呼吸就困难 一下子就走了 在我来讲 在我自己来讲 得赖也不错 也不错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心无恐惧 无恐惧 无颠倒 更何况 师尊的血液 医生给我抽血检查 任何一个续菌 进到我的身体 都要钉钉 医生讲说 你的免疫力好强 你身体的免疫力好强 别人在咳嗽 你也不会咳嗽 别人感冒 你也不会感冒 什么续菌进到你身体 他抽血 花血里面 血液里面 死了好多续菌 并不是续菌没有进来 是只要续菌一进到我身体 我身体都比他还毒 就把那些续菌给他毒死 他在我的血液里面 发掘很多的续菌 而且这个续菌都是死的 死了吗 死了吗 印尼化 死了吗 是祝福的意思 就是死了吗 这是国语 国语就是死了吗 早安叫死了吗 白鸡 晚安就是死了吗 麻烂 以前我们住在这里 有人养一条果 叫做白鸡 白鸡 结果他被车子压死了 不是师真诅咒他 不是 我说祝福你 Bucky 早安 这些事情 其实我也从来不想说自己的免疫力那么强 没有想到自己的免疫力那么强 身体检查说医生说你的免疫力很强 很多细菌进来 很多他说他看到的 哇我不敢不敢讲是什么细菌了 因为到时候你们会讲师尊身上有很细菌 不管那个细菌是死了的啦 就是死掉的细菌 医生讲说哦 你的免疫力很强 只要细菌一进来 统统被你这个 我们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这个世间 很多事情 很多事 其实也都是没有事 无事 开悟的人是这个样子 无事 没有什么事 随便你去啦 当然 这个人啊 要是没有牵挂 完全没有牵挂 就是无念 就是无念 完全没有牵挂 如何能够完全没有牵挂 为什么能够完全没有牵挂 你就是要参这一集 我们知道无念 你说射箭 你写两个字 无念 无念没有错 正是如此 完全没有牵挂 正是如此 一师不挂 正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能够 这是六祖悟道的 从禅宗的初祖 一直到六祖 到所有的祖师 他都悟道的 师尊也是悟道的 现在就是要问 为什么你看见所有的一切 而你的心 能够没有牵挂 没有执着 不受污染 为什么能 你能够悟道这个 叫做开悟 但是你悟道这个 你心中仍然被污染 还是有执着 那么你就是你的理念 跟你的行为不一 你是开悟了 没有错 但是你还是执着 你还是受污染 这个就是你的行为 跟你的心 还没有真正的解脱 很清楚 这个道理 我今天跟大家讲 观照 明白 本心 本心 解脱 剥叶 无念 没有执着 不受污染 你如果你的心 你的念头 永远不受污染 永远不执着 这个就是如来的智慧 要做到这样子 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是嘴巴讲讲 写写文章 就做到了 不是的 像昨天 这个 我们在这边运动 我们在这个 雷藏寺里面运动 念佛 最后有这个 唱歌 那么有人唱 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OK 一万年 你都爱他 你就执着于他 你就执着 你就有执着 这个爱本身就是执着 恨也是执着 爱也是执着 那爱好不好 当然好 当然好 只是呢 好是好 你不要执着 爱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执着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像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他爱众生 他是爱众生 但是他也不执着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那是一种 中观的一种道理 中观的一个道理 因为你知道的 每个人嘴巴都会讲 爱你一万年 爱永远的爱 事实上我们知道 明眼的人 本来你观测 知道 能够这样子 当然是很好 不能这样子的时候 你也要放弃这个支撞 因为心是会变化的 所有人的心都是会变化的 所以当心变化的时候 你也要记得 你不要去染灼 不要去执着 不要受污染 能够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在看画一样 在我们佛教里面 有提到一个童子观画 童子观画 一个小孩子 走进一个画展里面 去看画 那个画真的是很美 看都是很好 看看 看完了 也什么都没有 童子观画 就是没有那个心 你去看 都是很好的颜色 那么很好 很美 很愉悦 很快乐 爱就是这样子 很愉悦 很快乐 有很美好的感觉 你睡觉都会脱笑 你一切都是 都是感觉到 非常的美满 但是你不能 执着永远 不能被污染到 而能够真正 能够超越了 这一种爱之上的 才称为开悟者 我这样子讲 当然是很难 很难 但是一定要练到 这样子的功夫 以无念为正节火宝 无念是什么呢 你闯着永远到 你闯着永远到 你闯着永远到所有的滋味 但是呢 有跟没有 你都不知早 是为无念 就是无念 你什么滋味 你都知道 你闯着了 但是你的心啊 不弃执着跟污染 就称为无念 实在是很难 很难去解释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的 有两个女孩子 在沙滩上走 他们去踢到了一个神灯 这神灯你知道吗 那个神灯它就出现 就冒出一个烟 里面有一个巨人 出来 跟这两个女孩子讲 你们把我放了出来 我给你们一个人 一个愿望 其中有一个比较贪心的 就是 假的女孩子比较贪心 他就对神灯讲 如果已要求你什么 我要他的两倍 两倍就是说 他要求什么 我就要多他一倍 他这样子 那神灯就说 好 你的烟万就是要多他一倍 那很好 我就答应你 反正你要多他一倍就对 然后他就问你 这个女孩子 那么你要求什么呢 那个仪想了一下就讲说 我要我的身材 三十八 二十四 三十八 他要他的身材 变成上面三十八 中间二十四 下面三十八 三八 二十四 三八 他的身材就变得苗条 那个甲要他的两倍 这个是贪心 这个甲就是贪心 还没有给你 你就要贪心 他被贪 所绑 这个就是被绑 所以人啊 不要太贪 人不要太贪 真的 这个 也有 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老师出一个题目 就是叫做 这个题目是 左右为难 要他造句 左右为难 要让他造句 那个同学就回答 他写了一个造句 考试令我左右为难 考试令我左右为难 老师就问他 是不是题目出得太深啊 你答不出来 所以你考试 你就左右为难 那个同学回答 是这样子的 因为啊 我看左边的同学 左边的同学 有一个 他答的另一个答案 右边的同学 答的 两个不同的答案 所以他看左边的 看右边的 他就左右为难 因为都不同的答案 他是作弊的 我们今天讲这个 这个无染 跟不执着 让师尊的心中 也左右为难 一样左右为难 师尊心中 便不是完全一丝不挂 是有挂爱 有时候我挂爱 我那个卢宏啊 那个最小的那个孙子 怎么搞的 已经快七岁了耶 六岁 十岁六岁 再过一年就七岁了 怎么还那么矮 他什么 什么都不像 就像我那么矮 你知道矮也有难处啊 很困难的啊 我不能再提师母 老师提到什么 高高帅帅的 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女孩子都喜欢 那个男生长得高高 帅帅的 像那个 那天那个 歇人 看到训德 训德 红训德 他说有一个男生啊 长得高高帅帅的 长得高高帅帅的 我说是哪一位啊 他说就是高高帅帅的 他不知道他叫信德 到最后呢 我们问了半天 结果真的是信德 他真的长得高高 也长得帅帅的 哎呀卢宏 怎么还那么矮呢 我心里是有挂碍 但是呢 想想想 佛不是教我们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为儿孙做马牛 儿孙他有儿孙的福分啊 说不定他将来那么矮 也变成哪破仑啊 也变成哪破仑啊 不理 有时候就把这个 这种事情呢 就把它排遣掉 能够排遣掉的 就是 心不染灼 如果老放在你心中的 就是染灼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了 我眼睛一看 看到了 我不是很喜欢看到的 一个景象 我马上心 我就染灼 但是再过一下子 我就把它排遣掉了 一下子我就把它排遣掉了 就心不染灼 这个就是一种 关照的力量 一种关照的力量 师尊的心啊 有的时候是左右为难 真的是左右为难 要帮 不帮 要救 不救 都是在左右为难 如何去度众生 也是左右为难啊 有些众生啊 并不是很容易度的 也是在左右为难啊 这个 也想想 世上 世间上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 一个很好的人进来 进到真佛中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一个很习气 很不好的人 进到真佛中 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一样 同样众生都有佛性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但是他 我们知道他的习性 还没有改 但是我们希望 说 能够把他的习性 改掉 有进来 以后 他的习性 能够改掉 这有时候 师尊也会 左右为难 这里有一个 网路跟报纸 其实网路跟报纸是 两个东西 有点仿佛 你在网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的消息 那你在报纸上 同样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消息 其实网路跟报纸 是同样的功能 是一样的 但是网路好像是 比较方便 现在的网路 好像比较方便 那么 有些报纸 就是因为逐渐 很少人看报纸 都看网路了 就报纸的销路 就比较差一点 但是报纸还是有用 这里就是说 有一个报纸 他一直跟 网路跟报纸 一直是在 是好像是同行 淹家一样 那报纸的人 一直在complain这个网路 老是有那么多的 比他多的消息 他们终于 那个报社的记者 也想说 网路也有报纸 做不到的地方 你们想想看 网路跟报纸 网路也有报纸上 做不到的地方 因为报纸 还可以包肉 包鱼 网路是不能包东西 网路你看过了就没有了 我们报纸 你什么东西哪来 报纸就可以包东西 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讲 报纸虽然差一点 好像我们进来的都是网路 同门 好多网路进来 都是美好的 现代科技 都是美好的 报纸进来 我们不一定看 但是报纸 有一个好处 它真的可以包东西 尤其是台湾 台湾菜市场 你包肉也是报纸 包菜也是报纸 包什么东西都是报纸 拿来 一包就很好 这个对等的 同样的 并不一定是同样 同样的 同样的 好像世尊讲活法 世尊在开始 有人听了 他马上就 我全盘 他都能够吸收 而且能够应用 有人听了 就不一定能够用得到 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个有一个人 到动物园去 看到一个狮子 那么狮子跟人很接近 那个动物园的管理园 把这个栅栏打开 那个人就吓了一跳 怎么可以把这个栅栏打开 那管理园就讲 这个狮子很好 他是用奶水 用奶瓶给他养大的 所以他非常的温顺 非常的温和 那个人就讲 我才不信 我也是奶水养大的 也是奶瓶养大的 我到现在还是一样 很喜欢吃肉 所以同样的 用奶瓶养大的 也不一定相同的个性 那师尊今天说法 同样的 说同样的法 很多人听法 网路上也很多人听法 同样的法辱 不同的 不同的接受 有的人心 他可以接受 师尊讲的 不去执着 不去受污染 有的人听了 仍然受污染 仍然执着 这就不同了 那种接受不同 说法的人 说同样的法 听法的人 听不同的法 有的人很快就明白 师尊在讲什么 有的人 仍然 很多的牵挂 连结上是讲 一句话 能够接引人 师尊同样做超度 很多人 都被接引 到马哈双连池 我是用制成 真的是连结上是讲的 制成两个字 去做这个超度 但是也有人 没有办法超度成 最近就是有一个 最近就是有一个 我已经帮他超度了 而且连续超度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做了四次的超度 他仍然在 我们这里这样跑来跑去 我们弟子这里跑来跑去 一下子跑去这个罗师姐的那 找罗师姐 一下子呢 跑去找这个 佩任师姐 一下子 找去跑 佩任师姐 一下子 又跑来找我 到最后我只好用结界 我把我的 这个睡觉的 这个屋子啊 跟我的床铺 全部把他结界起来 我半夜才能够不必醒过来 或者半夜到那个时间 三点多 一定要醒过来 因为他来 请他往生把他双连持 他也不走 他也不去 接引他 他也不去 因为他心中还有恨 我恨 我为什么会死 我一定要佛 我为什么会死 你师尊告诉我 我为什么会死 我不应该死 为什么会死 你师尊给我这个答案 我要佛 我说你成佛去吧 我不去 你我就是要佛 我超度你 我不受超度 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那么早就死 他说我这一世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还有事情还没有了 我不可以死 还是在执走那个死 还是在执走那个生跟死 执走 我说生死 每一个人都会 早死跟晚死 师尊也要死 总有一天你会死 我也会死 统统都是死 我们为什么要画 那个毕业纪念册 我们毕业的时候 不是有毕业纪念册吗 那个老师就讲 毕业纪念册有很好 好处啊 你们要看 你看 这是以前我们的老师 他那时候五十岁 那你们现在毕业了 才十几岁 将来呢 再过这个三十年啊 再过四十年 再过五十年 你当了董事长 这个变成院长夫人 那一个变成总统夫人 这个变院长夫人 这个当了董事长 哇 这个当了什么 当了什么很大的官呢 当了总理 那老师呢 老师死了 花这个毕业啊 这个 毕业纪念册的意思就是 让你看看 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死了 我跟他讲 我跟那个 早晚的事嘛 死跟早晚的事 师尊也会死啊 他就直着 为什么我那么早死 他就直着 我说早死不是很好吗 我听不懂你的话 为什么你说早死很好 听不懂师尊的话 他说 为什么师尊讲早死很好 我说早死啊 早一点没有牵挂 早一点没有牵挂 早一点了 他就 他还是不服啊 我还有很多事啊 很多事啊 我要完成什么 完成什么 完成什么 什么还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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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走 我说不走 好了 可以啊 你留走吧 我就把它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 到处去跑 一下子找那个罗师姐 一下子找佩润 一下子找我 被找的人已经找得很麻烦了 所以我说把他关在一个铁罐子里面 有一天才放了他 我已经好话讲尽了 他还是直着 为什么我早死 你要告诉我一个理由 我说你前世有一世 你当官 你发布了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害死了很多人 你当最高的官 有潜力的 你发布了那个命令 他讲 那个是不得已的 他说那个是不得已的 那也不是责任在我 他有他的一套的理由 总之我讲不应他 只好把他关起来 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谈 因为跟他谈也谈不通 为什么我早死 因为你有前世的这种因果 你害死很多的人 所以你当官害死很多的人 所以你这一次会早死 他说那个责不在他 而是上级长官交下来的命令 为什么上级长官没有死 我反而死 不管了 管起来就是了 好话讲尽了 所以有时候 同样的说法 有些人能够接受 有些人不能接受 师尊也不是说 完全运气很好 像我这一辈子来讲起来 我出生的运气就很不好 出生的运气就很不好 但过了 总是会过的 还是很好 小时候碰到二次大战 连牛奶都没得喝 人奶不用讲了 人奶也没得喝 牛奶也没得喝 还送气给人家养 送气给人家养 结果我小时候是吃那个米 磨成粉 这样子吃下去 个子长得很矮 没办法 先天不良 后天也不调 我读的学校 就是不用钱的 所谓经校 以前台湾的经校 我没有办法考大学 我验什么 人家在大专连考 我没有参加考试 我是拒绝连考的小子 为什么我拒绝连考呢 因为没有钱读书 你考上没有用 没有钱给你读书 我父母没有钱 能够给你读书 你考上大学 你没有钱 你考上有什么用 不如就不考 我就拒绝考试 去考什么 经校联招 经士大学的联合招生 为什么 不用钱 你毕业以后 你帮他服务十年 在经中服务十年 我的运气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蛮好的 读书不用钱 又有零用钱花 又可以投稿 又赚一点稿费 我算是里面最有钱的 对不对 对啊 在经中也是很好 服务十年就服务十年 现在走上了 这个学佛法 知道了 更好 更美妙 小时候吃的苦 现在我也能够吃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们是吃苦吃来 所以吃苦也不算什么 所以自己碰到什么样子的恶印 小事 小事一件 都是小事 很小的事 现在学了佛 心宽大 宽大无止境 无边 无牵无挂 更加的坦然 这个就是人生 就是人生 所以像师尊 像师尊 现在这样子 已经看遍了人生的 这个酸甜苦辣 都是看了 在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或者困恶 也就贪然 也不要问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就是你开悟了 你悟到了 你见到了所有的这些像 以后你的心 不弃执着 不弃受污染 不弃执着 不弃执着 不弃受污染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要你们射见的 你的心为什么不受污染 也不会执着 为什么 今天你能够悟道的话 就是开悟 今晚善你别没有 会让你继张 好明aphor。 噢 Qa 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